有一类人是最容易被人操纵和利用的 哪一类人呢 就是那些直性子的人 这里的直性子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 而是他对待事物的态度 就好像一个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 你输入A 他就必定输出B 其实这就是感性的行为方式 感性并不是指一个人多愁善感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感性的误用 它是指一个人对于事物 最为表面直观的反应 换句话说就是 他不经过理性 对于这样的行为方式的人 你只要注意你的输入内容 那么你基本上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人就是个机器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机器的运行规律 也就是人性 那么控制和操纵就如同探囊取物一样简单 我们来思考一个多数人都不会思考的问题 如果有上帝视角 在这个视角中 你便能够明白 人为什么经常做一些鬼使神差的事情 说一些毫无逻辑的话 但自己却以为自己人间清醒 这个问题就是 苹果为什么是苹果 这个看似愚蠢的问题 却有着很强大的解释力 首先 绝大多数人不会思考苹果 为什么是苹果 苹果就是苹果啊 苹果不是苹果 它是什么呢 难道它是狸 可苹果为什么不可以是狸呢 苹果是苹果这种话 实际上看似不正自明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任何的解释力 它类似于我是我你是你 它是它 我们从谓语当中得不到任何有关主语的信息 但我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为什么 因为它生来如此 从我们第一次认识苹果这个事物之后 我们便不再怀疑它为什么是苹果 好像苹果就是事物本身 实际上苹果只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标记 我们把事物的名称和事物的内容 完全的融合在了一体 它所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看到苹果这两个字 便能几乎同时在脑海中出现 苹果的形象 以及与苹果有关的事物 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名称和某一种意义完全融为一体 激发名称便相当于激发了意义 以至于我们对此毫无察觉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与生俱来所形成的 一系列的信念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信念就如同那个电脑程序A 就如同那个被称为苹果的记号 一旦被触碰 便相当于触碰到了相对应的行为 这些行为都围绕着 维护既有的信念而运行 但我们习惯于此 一点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就像你习惯了苹果是苹果这种规划一样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深层次的 检视自己的信念 检视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概念 让自己的思维提升到自主的意识水平 那么它就是一台机器 输入A就能得到B 永远处在自己思维的枷锁中 而不自知 而对于一些掌握了人性规律的人 操纵一个人 就如同吃一个苹果一样简单 请 我想 感谢观看